好辛苦的一年了 大家还是希望甚至也想拿到年终奖金 我们看到先前公布了一份资料 平均上班族年终只可以领1.1个月 可是我们看到富邦和获利王 年终如果真的是十个月以上 真的是羡煞很多人了 我们看到的是相对在房仲业的年终 就了解只有大概一到三个月 同样是领年终奖金 台湾企业可以说是两样钱 不愧是金控获利王 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忠 一开口就很害怕 年终要送大红包 我想美国的景气的恢复是可以期待的 我们领十几个月 最高年终奖金的人也不在少数 比较差的可能两三个月也有 除了富邦金 工股航库表现也亮眼 获利王兆丰营年终7.7个月 其他张营 义营 华南营 台气营 维持在4.6个月的水准 至于中国信托 因为大家长创办人孤连松辞世 员工全换上黑色制服 虽然取消尾牙 但年终也有4到6个月 另外日盛金跟星光金预估可领3到5个月 与去年相当 我们可能还是磁品嘛 跟去年差不多吧 有没有七八个月 应该没有那么多吧 至于科技业最旺的堪称华硕 前三季大赚166.39亿元 今年尾牙还要请到五月天助阵 华硕去年发一个月薪水 加上特别奖金总计年终达8个月 华硕强调今年将略优于去年 数字虽尚未公布 但肯定献上同业 至于东三 永庆 新义等三大房仲业年终 就没有科技金融业乐观 平均一到三个月 大老板也喊话 经济不景气 无虚 黑马好 我们还有一点多个月的奖金 他们恐怕连薪水都拿不到的 看来一个台湾 期年年终高低还是存在两样情 东三财经新闻中 尼静城文堂张博祥台北报导